所有新冠肺炎确诊者的宠物已经完成检疫 当局说至今有52只宠物需要接受检疫 最后一批在今个月19日完成 其中有两只狗和一只猫对病毒测试呈阳性 之后经两轮测试呈阴性 已经放行回家 如胡处专家认为宠物染病是个别情况 重新没有证据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会在宠物之间传播 或者由宠物传给人